极贤 佛临涅槃 调化正果 佛为都帅天子师 三十三天中友谊甘达国 国王名叫极喜 他经常对第十天昼月供养 都帅天子观察因缘后降临人间 第十天告诉极喜 极喜呀 都帅天子已到人间投胎 不久他将会降生 对南瞻部州众生普将妙法甘露 你也应到人间去投胎 将来也能得到甘露妙法 极喜国王说 第十天呀 我正忙于音乐 暂时没有时间 以后有空再说吧 他没有去 此时有外道自然派的行者名吉贤 当时的很多人们对他像阿罗汉一样恭敬供养 在他所住的城边 有一无热闹的大海地 池中的天龙及众神也恭敬他 他有时到海边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时到海边的昙花园里观赏 此时世尊已降生于人间 第十天告诉极喜 极喜呀 现在大菩萨已降生了 我们应该去供养他 极喜又对第十天说 第十天呀 我现在忙于音乐 没有时间 以后再去吧 世尊降生后 依世尊的功德 唐花园里的很多唐花 开始发芽 生长 当唐花开始发芽时 这个外道想 在我祖先的遗言里 对唐花盛开有两种说法 一是由转轮王出世 二是由如来出世 而此时 唐花已发芽 马上会盛开 这是自己的福报所显现的吧 他心想 我可能是转轮王或是佛 他暗自得已 这时世尊看到老病死的痛苦后 就发心到森林里去修行 第十天又告诉极喜 极喜呀 现在我们的大菩萨 观察老病死的痛苦后 到森林里去修行了 我们应该去亲近他 极喜又说 第十天呀 现在我忙于音乐 以后有机会再去吧 现在还不能去 后来 世尊于菩提树下正得了无上菩提果位 为很多众生转法轮 第十天又告诉极喜 极喜呀 世尊现已开始为众生转法轮了 我们也应该去听法吧 极喜仍旧说 第十天呀 我现在忙于音乐 暂时不能去 世尊转法轮时 唐花园里的唐花已全部盛开 香气便满意游寻左右 这时自然派的外道极显 以为肯定是自己的福报所显现 后来 世尊到处广转法轮 度化众生 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向陆野院 王舍城 舍卫城 嘎亚过日等 先后度化了五大比丘 八万天子 木剑连和舍利子 以及他们各自的眷属二百五十等人 时 舍卫城有一沙迷 正得阿罗汉果位 具有种种神变 他依靠神变到各个地方去采花摘果 供养僧众和自己的看部 有一次 他到无热脑海池旁边去准备找水果 被外道极闲看见了 立即喝泽 这是我的地盘 你不能到这个地方 沙迷说 这不是你的地方 这是我们公众享用的地方 你不能擅自独用 外道与沙迷都说是自己的 由此而僵持不下 后来 外道极闲说 既然如此 我们比赛神变 谁的神变厉害 地盘就算谁的 结果 外道极闲输了 沙迷变到花园里去 自在地享乐 此时 世尊的度众事业将圆满 准备趋入涅槃 变到了聚舍拉城市 这时佛想 我这一生中 该调化的众生基本上已调化了 现在还有最后两位 一个是三十三天的极喜 一个是昙花园的外道极闲 世尊思维 三十三天的极喜 比较傲慢 他肯定不会下来 我干脆上去度化他 到了三十三天 干达国王极喜的宫殿门口 世尊又想 极喜是很傲慢的 如果没有画现另一身像 直接显示自己身像的话 他肯定不会恭敬 顾世尊幻化成另一干达国王的身像 手拿绿宝石的千弦琵琶 对极喜说 我们赛琴吧 极喜听到后 一看是与他同样的人 马上想通过比赛折服他 便喊他进来 二人都拿着一样的千弦琵琶 开始比赛 比赛中 极喜的琴弦断了一根 照样能奏出不变的妙音 佛陀化身的琴弦断了一根 同样能奏出妙音 直到最后 只剩一根琴弦时 他们都仍能奏出妙音 但没有琴弦时 佛陀化身依然能奏出不变的妙音 极喜却不能奏出妙音了 他的傲慢疏然消失了 心想 琴弦一根也没有了 他竟然仍能奏出妙音 便对佛的化身极喜 生起了欢喜心 这时 世尊才把自己的身相显现出来 极喜对世尊生起了很大的敬信心 于佛前恭敬祈求传法 佛陀也依据他的根基意乐 传了相应的法 他立即摧毁萨迦耶鉴 获正了预留果位 外道极弦 此时看到唐花已全部枯萎 心里生起了很大的痛苦 心想 我原来身体很好的时候 唐花全开得很好 我现在已120岁了 而唐花也渐去枯萎 看来我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去世了 他心里非常忧愁 痛苦 不仅痛哭起来 这时 有一个对他生欢喜心的天人告诉他 你不要忧伤 唐花盛开并不是因你的福报音乐而来 这里是金伦王的地方 金伦王或佛陀出世时 唐花发芽 金伦王开始执政或菩萨陷证菩提时 唐花完全盛开 金伦王逝世或如来涅槃时 唐花枯萎 唐花的绽开 凋落 非因你的福报 而是以释迦牟尼佛的福报而显现的 释迦牟尼佛要在今晚趋入涅槃 故唐花枯萎了 你不要这样痛苦 忧愁 也不要这样哭喊 他听到后心想 我心里有很多疑惑 而佛陀今晚欲趋入涅槃 我应马上去清静拜见佛陀 佛陀一定能解除我心里的许多疑惑 便立即前往巨舍拉城 此时 世尊的色身在这里 阿南尊者在门外守护 外道极限从很远的地方看见了阿南尊者 便祈求 我听说佛欲入涅槃 而我有很多疑问请教佛陀 我相信佛陀能断除我的疑惑 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 祈求尊者一定允许我拜见佛陀 阿南尊者观之世尊的化身还没有回来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外道极限进去拜见 极限再三祈求进去拜见世尊 阿南尊者告诉极限 你不要这样做 佛陀现在身体不是很好 你不要去麻烦佛陀 极限又再三祈求 尊者 你不要这么说 因佛出事极难得 佛陀马上要入涅槃 如今若没有见到世尊的话 很可惜 我心里有很多疑问 无论如何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请尊者给我一个机会去见佛陀 阿南尊者再三劝阻 极限仍再三祈求 此时 世尊已从三十三天返回 佛有天儿 知内外声音 听到阿南把极限挡在门外 佛告阿南 让他进来吧 我接见外道 是最后一次了 我用善来比丘的方便语 传比丘节 也是最后一次了 阿南应诺 把外道极限带了进来 极限十分高兴 于世尊前恭敬鼎礼 并请问世尊 现在外道有六大宗派 各有不同观点 请世尊开示 他们哪些是对的 世尊告极限 我从二十九岁出家 精进修行 至今五十多年 已度化了很多众生 对法和非法能无物取舍 像我们这样的法门 外道确实是没有的 世尊对极限详细讲了 八菩提之的很多教言 讲完后 外道极限的一切障碍 疑惑和邪见已全部断尽 得到无够法要 他又在阿南尊者前祈求 尊者是佛险 尊者是佛陀最主要的弟子 我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 请尊者设寿 阿南尊者便去世尊前祈求 外道自然派的极限 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 受持巨族戒 请佛陀慈悲赦受他 如是祈求后 世尊便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语 为极限传了比丘戒 又传了一些教言 刹那间 极限成为身着法医 受持波语的出家人 精进修持 获证阿罗汉过位 在他的境界中 黄金与牛粪相等 虚空与手掌无别 诸天其赞他的功德 这时他想 佛陀今晚视线涅槃的话 我注视也无意义 不如提前驱入涅槃好一些 我应该对自己的身体 做五种加持后驱入涅槃 他发愿 我于佛前驱入涅槃后 一所有外道皆无法接近我的遗体 若外道来时 我的遗体周围有大火围着 使他们无法靠近 二若内道道有来 则可以接近我的遗体 三我的遗体内道者能抬动 四外道抬不动我的遗体 五火化时内道派泛行者 泛进行者能把我的遗体点燃和熄灭 而外道派无法做到 他做了五种加持后 即驱入了涅槃 很多人听说极限涅槃了 外道派说是他们的尊者 在路边街头各个地方 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并准备迎回他的遗体 但佛教内道说是自己的尊者 二派争执相持 后来佛教内道人说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亲自来把他的遗体抬走吧 外道过来时 极限尊者的遗体周围全是大水 他们无法靠近 佛教内道泛进行者去时 则可以靠近 他们对外道说 看不是你们的尊者吧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为什么进不来 现在依靠我们的加持 你们进来吧 外道们依靠内道者的加持 得以接近尊者的遗体 进来后 内道者说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就把尊者的遗体抬走吧 但外道千百万人也抬不动 内道者又说 你看这不是你们的尊者吧 如果你们的 如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为什么抬不动 内道者便轻松地 抬起了尊者的遗体去火化 到了火化场 内道者又说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请你们把尊者的遗体点燃吧 但外道怎么也点不燃 内道者又说 不是你们的尊者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为何点不燃 你们看着我们点燃 他们边说边引起了火 火燃得正旺时 内道者对外道们说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用牛奶把火熄灭吧 但外道怎么也熄不灭 内道者又说 你们看不是你们的尊者 是我们的尊者 我们可以用牛奶把火熄灭 他们边说边用牛奶把火熄灭了 如果是你们的尊者 你们可以把骨灰拿去供养 但外道怎么也看不见骨灰 内道说 说明不是你们的尊者 是我们的尊者 我们供养 说必 内道犯进行者 把尊者的骨灰拿来 做了各种各样的供养 十诸比丘请问世尊前后姻缘 世尊告诸比丘 这是他前世的发愿力 在贤劫人寿二万岁时 印度陆野院有一位直治国王 他手下的一位大臣 生下一个很庄严的孩子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岁号 大臣为孩子 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 依其种姓取名家舍 大臣用牛奶 酸奶 油饼等精心喂养他 后来像是对家舍预言 这孩子如果出家 将称为如来正等觉 若在家 他则是转轮圣王 当时有一个小时候 就与家舍要好的婆罗门孩子 吴悠 听到像是的授记后 觉得自己要与他生生世世在一起 便告诉家舍 您将来去森林中苦行的话 不要舍弃我 一定要带我去 家舍心里想 在涅槃时 我不能舍弃他 但现在我不能答应他 于是在表面上 答应了他 家舍观察到 人生的老病死之痛苦 便发心到寂静的森林中 去修行 无忧 童子 知道家舍没带自己一起去 便很生气 家舍这么不守信用 本来答应带我一起去森林中修行 为何现在把我舍弃了 几年苦行后 家舍以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便回到陆野院 为众生转法轮 直至国王准备了各种甘美的饮食 齐请家舍佛去应供 并在迎接的道路两旁 布置了各种花、香、散盖、床帆等 隆重地将家舍佛迎请到王宫 夫起高坐 请佛入座 此时 无忧听说 家舍以正德佛位 回到了陆野院 并且接受国王恭敬供养 虽然心里很想亲近家舍佛 但因旧愿未消 不愿意去家舍佛前面 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 家舍佛知道无忧没来亲近自己 便摇身右手 如橡笔一般把无忧拿到自己身边 问 无忧 你为何不来见我 为何不来亲近我 无忧说 佛陀 您本来许诺带我一起去森林 可后来您独自去了 我心里对您生气 所以就不来亲近您 家舍佛告诉他 你误会了 我当时当初的意思 是在涅槃时不舍弃你的 当时把你带到森林中苦行 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的缘起成熟了 你自己发信心吧 无忧此时才解开心结 他对家舍佛祈求 佛陀 我愿在您教下出家 受持比丘戒 其请开许 家舍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言词 为他传了比丘戒 又传他一些相应的教言 但无忧非常懈怠 没有精进修持 家舍佛对他宣讲了寂静处的功德 让他去一个寂静处修持 他遵从佛意住了很久 后来家舍佛圆满了一生的弘法事业 准备视线涅槃 这时很多天人互相告约 今晚中夜如来正等觉 家舍佛要屈入涅槃 也对无忧说了 他听后非常痛苦 心想 我虽然在佛陀教下出家了 但什么境界都没得到 非常惭愧 而今佛陀即将涅槃 不得不离开他 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 天人对他说 不要如此痛苦 我带你去佛陀那里 对你今生会有很大意义的 天人便把寂静处的无忧带到家舍佛处 家舍佛观察他的根基 给他传了相应的法之后 无忧灭尽了烦恼 获证了阿罗汉果位 此时他想 佛陀终宴入涅槃 我还是先驱入涅槃好一些 便先与佛驱涅槃了 带他来的天人想 无忧能驱入涅槃 是我带他来 得到加持的缘故 以这个善根 愿我将来在释迦佛出世时 令佛欢喜 在佛教法下出家 获证罗汉果位 要先于佛驱涅槃 朱比丘 当时的那位天人 就是现在的极显 他当时是发如是的愿 经愿力成熟故 在我教法下出家 证得阿罗汉果位 先于我而涅槃 世尊复告朱比丘 还有另外的一段姻缘 在很早以前 森林中有五百仙人 附近有一位天人 对仙人特别恭敬 尽力地保护他们 当时如来正等觉 仁天导师 居留孙佛出世 主持了一次较大的法会 天人也去参加了法会 他听到佛陀的声音后 升起了很大的信心 回来后 对五百仙人宣说了 佛陀的种种功德 五百仙人听说后 对居留孙佛 升起了很大的信心 提醒天人带他们去 拜见佛陀 于是天人就带他们去了 这五百仙人 这五百仙人 遥见佛陀三十二相 八十岁号的庄严 心里顿时升起了 胜于十二年禅月的欢喜心 他们亲近如来 恭敬鼎礼 祈求地听佛陀的教法 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意乐 为他们传了相应的法 五百仙人全得到了无来果位 他们又再三祈求居留孙佛 愿出家受巨族界 居留孙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语 给他们传授了比丘界 并传授了教言 五百仙人摧毁了萨迦耶见 灭尽了烦恼 获证了阿罗汉的果位 在他们的境界中 黄金和牛粪等同 虚空和手掌无别 诸天齐赞他们的功德 居留孙佛圆满了一生 度化众生的事业 准备屈入涅槃 五百比丘觉得 于佛后涅槃没太大的意义 故于佛前先屈入涅槃 此时天人觉得 此五百仙人能得涅槃 全是凭我的引导 我愿以此善根 在像居留孙佛一样的如来前 令佛欢喜 出家获证阿罗汉果位 先于如来前趋入涅槃 朱比丘 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天人就是现在的极险 以其愿力成熟故 今生于我教法下 令我欢喜 出家并获证阿罗汉果位 而且先于我涅槃 朱比丘请问世尊 世尊已和姻缘即嫌在临终前得佛救度 并证得罗汉果位 为愿未说五等乐文 世尊告朱比丘 不仅是现在 以前也有同样的姻缘 朱比丘 那是很早以前 印度陆野院有位泛师国王 因为他有一匹宝马 很多国家都对他束手无策 因此他通过各种手段 对一些小国家横征暴拈 后来宝马去世了 消息传到黎聚集国王 很多人特别高兴 以前范氏国王拥有宝马 我们对他束手无策 现在宝马已失 便可以伺机报复 范氏国王也知道这些情况 所以他不敢迈出皇宫半步 后来国王听说 从北方来的马贩子 犯来一匹马 便对手下几个 擅查两马的人说 各位 听说现在北方来了一匹马 其中肯定有宝马 你们去观察 如果确实有 就把宝马连同所有的马匹 全部买来 他们遵命去观察 确有一匹宝马 回禀国王后 国王非常高兴 赏给马贩子很多银两 将全部的马匹都买下了 国王又得到了宝马 也不再惧怕他人的报复了 一次 他骑着新买的宝马 去公园里游玩 离红国王的人们 听说了很高兴 他们也不知道 范氏国王又买了新的宝马 便率领四大军队 将整个公园包围的水泄不通 当范氏国王正在公园里欢快乐的游玩时 忽然发现被围 便惊慌失措 舍弃了所有的随从 只身匹马往回逃 而公园的四周除了一个花园与恒兰以外 全都兵马密布 范氏国王决定越吃而逃 红离国的军队知道后 马上万箭齐发射向花池 箭射中了宝马 宝马内战拒出 国王知道宝马已身负重伤 国王心里非常恐惧 像是难以逃命 宝马知道国王此时的恐惧心理 便告诉国王 国王 请您不要害怕 我虽已身负重伤 但没把您送回皇宫之前 我是不会死的 国王听后才得以安心 宝马忍着剧痛 一直坚持把国王送回皇宫才死 朱比丘 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这匹宝马 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 当时的范氏国王 就是现在的极险 当时我就是在他 面临死亡的部位时 解救了他 遣除了他的部位 今世我也是在视线涅槃前 度化了他 解除了他的轮回之苦 使他得证罗汉过位 朱比丘 另外还有一段 在我临死之时 度化他的姻缘 是在很早以前 掌管纳嘎 挖扎城的尔多国王 喜好打猎 有一次尔多国王率四大军队 去森林中打猎 他发现了河边 自由自在生活的500野兽 立刻令四大军队包围野兽 准备将他们全部侵杀 群兽知道被困 都很绝望 便四处乱窜 却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 他们决定越河而逃 但各个身体矮小 都没有能力越过那条河 只有兽王体大力强 他心里想 只顾自己逃命 没有多大意义 不如借我身体来度大家 便对群兽言 各位请不要慌乱 现在河这边没有军队 我卧在河里 你们踩着我的身体跳到对岸 就有逃脱的希望 说必便走进河里 让群兽踩着他的身体渡河 到最后一个野兽时 兽王已奄奄一息 这个野兽很担心自己不能逃脱 兽王便安慰他 你不要害怕 带你们全部解脱困境 我才会去的 最后一只野兽也安抵彼岸了 朱比丘 当时的兽王 就是现正得菩提的我 最后得救的一只野兽 就是现在的极贤 其他的野兽 是以前度化的仙人 当时也是我除其部位 解救了他们 现在也是我在临近涅槃之际 度化了极贤 除其生死之位 令得胜过究竟之乐 当时世尊问阿南 你有没有看见很稀有的事 世尊 阿南看见了 阿南你看见了什么 阿南看见了世尊 幻化另一身去其他地方度化众生了 阿南是这样的 为了度化众生 我将射身留在居舍拉城 另一个幻化身去三十三天度化极贤了 在灵涅槃之际 有两个必度众生 一是天上的极贤 一是人间的极贤 极贤异化 而极贤 骄傲 傲慢放逸 故我亲临三十三天 调化他 朱比丘 赴次请问 世尊 急喜造了什么业 转身为三十三天的干达国王 善奏乐器 又造了什么业 令世尊欢喜 请为五等 演说 五等御文 佛告朱比丘曰 此乃他前世愿力之故 早在贤劫人寿二万岁时 如来正等觉 人天导师 家设佛出世 当时 有一位善于弹奏的琴师 从南方来到陆野院 陆野院的直指国王对他特别器重 像对待大阿罗汉一样做了各种供养 因国王对他欢喜的缘故 他在财富等各方面都很圆满 在陆野院常住 并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时陆野院有一位非常贫穷的居士 他看到这位琴师过着圆满舒适的生活 也觉得弹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心里很羡慕 心想 我将来能像这位琴师一样该多好 这位居士 他皈依佛门 一生手持境界 在临终时发愿 以我归依持界的功德 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 成为擅长弹奏的干达国王 或成为特别擅长音乐的人 他还发愿将来在世家世尊 硬化世间时 令佛欢喜 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 朱比丘 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这位贫穷的居士 就是现在的干达国王吉喜 以其愿力成熟故 他今生有如此之果感 又因我与家舍佛的功德 事业相同故 今在我前 令我欢喜 朱比丘 赴次请问 世尊 已和姻缘 林涅槃石 显现感受痛苦 为怨为说 世尊告曰 不仅是现在 以前为度化众生 也显示感受痛苦 在很早以前 土美嘉诚有位圣者国王 他的王妃生下了一个很庄严的王子 他们为小王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 取名为圣利 用牛奶酸奶等各种食物喂养着 他很快长大了 学习并精通了五名等一切世间法 后来圣者国王告诉他说 你现在因初寻体察明情 小王子遵命于父王 便率众眷属初寻 不久圣者国王 突患重病 多方治疗皆不见效 不久就驾崩了 大王速派人 并其父王驾崩 请王子速回宫中 可王子不愿回宫 并告诉大臣说 如果你们能行持实善 我自会回宫 否则本人绝不会回宫的 文词 朱大臣立即颁布国内行持实善的条令 再请太子回宫 并发誓一定行持实善 太子这才肯回宫 继王位持国阵 这位年轻有为 正值慈悲的胜利国王 长期财良 做广大不失 求医者失医 所识者失识 并随缘不失向马等各种财富资据 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善举 奉行实善的人越来越多 行持着老死后寄生天上 天人越来越多 帝师天想 为何天人增多了 人间是有佛陀 还是有金伦王出世 因天人增多 只有如来出世 于金伦王执政两个原因 这样思维之后 他又做了观察 才知道不是这两个原因 而是胜利国王实行人证 令人们奉行善法 故天人增多 顿时觉得胜利国王 如此心持无上菩提 非常了不起 但他又转念一想 胜利国王的誓言是否坚定 如果坚定应该供养他 如果不坚定应该鼓励他 想必帝师天就变换出 很多乞丐和贫者 来到人间启示 他们祈求大臣 我们这么多人 无依无事 国王能否设受我们 大臣将此禀告了国王 国王答应满足他们的衣食 可他们祈求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饮食 只需要人的鲜血 国王听后想 他们一定是非人 而不是真正的人 但为满足他们 而杀害其他的众生 是不应理的 我是行菩提道的人 唯有以自身的血肉 来布施他们 国王便问他们 杀害其他众生 是不可能的 我以自身的血肉 来供养你们 好不好 他们听了很高兴 国王便抽出自身的鲜血 供养 供给他们 一块一块地割自身的肉 来供养他们 同时圣离国王发愿 以此善根 愿世间无名 愚痴增上的众生 得到无上正等觉的果位 如此幻化的乞丐和贫者 都得到了满足 帝氏天很内疚 心想 我现在已给菩萨添了很多麻烦 应该加持他身体恢复 本来天人的甘露 能加持人的身体 马上恢复 但此时帝氏天已无能为力 为了让菩萨生起欢喜心 帝氏天便问 您供给我们的血肉 会不会不乐意 或生后悔 圣离国王说 我割自己的肉 抽自己的血 没有一点不乐意和后悔 我已念及地狱 恶鬼 傍生之苦 更加使我生起悲心 您这么说 我们不太相信 如果你们不信 我可以发誓 以菩萨和三宝的第十例 若我对不失自身的血肉 有一点不悦和后悔 既愿我身体不要恢复 若我对此 无有丝毫的不悦和后悔 则愿我的身体立即恢复如初 在发愿的刹那 圣离国王的身体已恢复如初 第十天见此非常高兴 便显现出自己本来的身相 于国王前鼎礼 和掌座如誓言 大菩萨 我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 请您谅解 我不是真正的乞丐平民 而是第十天 说必不见了 朱比丘 当时的圣离国王 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 当时为了度化众生 也是显现了痛苦 惊异如是 朱比丘文艺 欢喜信寿 坐礼而去 能持子 愿力成熟 富家正过 这一篇我们已经播放完了 不知道各位 中规的大德有没有什么 体悟 有没有的话请打酒 好 有请景景师兄 这位中规的师傅 带着同修 早上吉祥 这一篇真的是 听到好感动 好感动 就是一个就是那个 我们的佛祖 太慈悲 无量的慈悲 他做寿王的时候 因为都被围了 没有出路 他就是在那个河道里面 就是顶着让大家踩着他过河 然后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真的是 真的是太无量的大慈悲了 然后就是 就是我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 众生真的是好苦 而且特别是那些畜生呢 他们因为在人面前是非常弱小 如果人想捕杀他们 有心想去捕杀他们 他们是完全是处于一种惊恐 非常无赖 然后就是那种 很尖破的那种状态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出路 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去逃生 因为生是人的本能 人人都对 所有的生命都是对死畏惧的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的本事就是大慈悲 自己是个寿王 他自己就可以牺牲自己 而且凭借最后一个过河的时候 他都可以知道人家的担忧 凭借安慰人家 还有他坐宝马的时候 也是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就是 就是安慰到 就是自己的内障 全部都出来了 一人是安慰到说 如果没有 不要担忧 不要担忧 没有把你送回公务 我不会死掉 就是这种 这种心力 这种发心 真的是 真的是无法来 无量的大慈悲 无法形容 而且 就是 他这种 就是完完全全的 考虑 考虑到所有的众生 不仅仅是护他们生命 也是 遣除掉他们内心的那种 那种恐惧 忧不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 不要杀生 就是 因为杀生的话 给别人 带来别人 太弱小了 就是 我们现在是人 如果我们去杀生的话 那些东西都是 生命太弱小了 他 我们那 都是不对等的一个角度去 他给他带来了 就是那种 就是被逼到死角 没有出路的那种 那种境界 那种境地太 太可怜了 真的是太可怜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天人 天人他 因为 他因为 就是那个 急险 急险他前面当天人的时候 他有 前面他有做了一些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把就是告诉别人消息啊 聘用鼓励别人去佛陀那里 然后前后他有 有一 前面是有 有有 有是 有是帮助一个人 去成就阿罗汉 在赶在佛陀 我猎盘之前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 帮助500个先人 把消息告诉他们 要带他们去 然后也是 也是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就是让他们能够赶在 佛陀前 得正阿罗汉的圣果 然后所以 所以他 所以他到现在 所以他这一生 他 他虽然是个外道 但是 因为别人有消息告诉他 毕竟也是 叫他不要害怕 毕竟也有天人 去带来过去 然后 然后带来过去 去找佛陀 然后去 他也能够得到了 阿罗汉的圣果 赶在佛陀前 就是你怎么帮助别人 最后都会 其实也是帮助到 自己头上来 所以他这种善缘 其实他 他前后 同时他也愿力 自己的愿力加持 他有自己的这种 圣工功德 他加持自己将来 也是这样如此 得到 得到阿罗汉的圣果 聘请在佛陀前 涅槃之前 去取得涅槃 聘请得正阿罗汉的圣果 这怎么样帮助别人 最后都是 也是 也是这种 就是这种 殊胜的这种果报 最后也是会 得到别人的相助 然后也会 自己成就的 我的感想 就是这些 然后真的是 无尽的赞叹 感恩 鼎礼 摩拜 我们的大悲 本师 世上 莫立佛 我觉得他 即使只是一个 即使是在做一个 动物的时候 他都是如此的 无量的大慈 大悲 我觉得真的是 无法无法的 这种形容 感受 就是 无量无量的 大慈悲 我只有 无尽的感恩 赞叹 鼎礼 摩拜 愿我也能 拥有 具有 我们如我们 本师 世上 牟立佛 一样的 大慈大悲 的心 感恩 无尽 莫学 放脉 好 非常感恩 景景师兄 您的发言 非常赞叹 您的觉悟 对这一篇里面的 好 那 希望还有其他的 大德同修 有 有要分享给大家的吗 这篇里面 它的因果 比较 比较多 四季道的因果 比较多 它以同一个果报的话 它是好几 好几个不同的因 来组成的 如果没有 大德同修拿卖的话 哦 好 有请 清真师兄 感谢老师的播放 我忏悔忏悔 我刚才睡着了 就是这篇 我没怎么去看 也没有怎么听 无尽的忏悔忏悔 这种分成了恶业恶习 就刚刚 哎呀 那个 我看了这一句 就是 他那个 就是 这一篇是 小 小时候 遇那个家业 要好的一个 普罗门孩子 那个无忧 他听到 相似的收集之后 又觉得要 神神神神神神的 跟着那个 跟着那个 家业嘛 嗯 但是呢 最后 咱也没有 把他给带到 圣灵去 最后 成佛了之后呢 他又 这个无忧 因为老是 观念的这件事情 就是没带他 去修行的事情 没带他 身边的事情 他就一直 心里 就是 呃 不愿意去 清静 我虽然心里 想清静 但是还是 不愿意 直接去面对 他 呃 面对佛的 这 就是没有 直接去面对佛 要 常会 我这会有一点 一点表达的 不太清晰 常会 这一块 就让我想到 我自己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这样描述的 这种 嗯 这种过程啊 这种心态 实际上就是 给我这种 心态 实际上 我把我自己 比过去 包括我自己身边 身上发生的那种 过往所发生的 这种 情况也都是这样子 如果要是 谁 跟我跟谁 之间有一点点 过节 我也会好像 要记几年子 就是心里 有些时候 对这个人的话 感觉 有时候 好像要去请进他 反正是 但是一想到 前几年要发生的 那些一件事 就是 他就形成了一个障碍 就不愿意 就是 低下来 去 真正的去 呃 重新去面对 这个人 这个事情 但是呢 就是 因为好像 那些东西啊 就是 前真隐私 老是浮现在 自己的 这种 眼前 就形成 种种的障碍 障碍自己 要去说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也 真的很 惨悔 惨悔 就是 老记这些 不好的东西 就是 宁愿把这个 缘分给断了 也不愿意去 去 重新去 面对自己 这些问题 所以 真的是 很惨悔 忏悔 还有那个 嗯 就是 外道 那个 在天上 那一个 光 他 因为 一直 去迷恋 他那些 音乐 就 觉得 呃 时间还 长嘛 不愿意 亲近佛陀的 这件事情 嗯 那个 我在这一块 的话 我也很 忏悔 忏悔 就包括 我现在 就感觉到 我还有 很多的 那种 挂碍 一种 障碍 还是放不下来 就是 要去 清净善知识啊 或者是要做一些自己 能够真正让自己得好的事情 但是呢 就因为这种 挂碍和障碍 自己的 就是 好像还是 没有办法去 真正的 放开这些 放下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也 忏悔 忏悔 愿我能够有 更好的一个选择 能够真正的 做 自立的他的事情 啊 忏悔 忏悔 我真的是 今天早上 我没有 认真的听课 所以 包括没有 提前想想 怎么样 组织这个语言 所以表达的 有无伦次 忏悔 忏悔 好 我放慢 谢谢 谢谢 现在 我也与您 同 惭愧 忏悔 就是 听法的时候 打瞌睡啊 这种 有点喜 是 是 惭愧 忏悔 试悔 以后 永远 不再造 好的 那 现在 还有 好 有请小菊 师兄 感恩 赞友们的 慈悔 分享 谢谢 金金 金金好厉害 他把这些 就是 他能看到的 都是他心里 很在意的内容 所以他看得很清晰 而且说得很清楚 我也是打瞌睡 也没有听到 就是耳朵在这里挂着 实际上我已经迷糊去了 就睡着了 他也说了 然后又让我又有一点感觉了 我经的赞叹 还有感恩 请邓师兄 把自己感受到的 有印象的都跟我们讲一遍 又让我们 生起了一些善念 也赞叹你们的功德 感恩老师的播放 就是 我看到这个 里边有一段内容 就是说 是 有一个他 比较热爱音乐的 这个 天人吧 我记不清他的 这个 称呼了 他擅长于这个音乐 然后他对 别人提醒他 哎呀 现在什么情况啊 你去清静 佛陀啊 听法啊 怎么样 他说他在 对对 是这个 集喜 是 集喜 集喜 他 在这个音乐方面 他很专注啊 他 忙着音乐 没有去 听法 也没有去 清静佛陀 我 对于这个事呢 我以前 我就是 比如说我小孩啊 我叫他做什么事 他就说 等一下 我现在没时间 我喊几次 就是最近 因为他常常在家里头啊 因为疫情还没有开学 还没有开课 还一直待在家里 那么我叫他吃 那么我叫他吃饭 他会说 等一下 我正忙着 有时候我会叫他 哎 帮我弄点水 泡脚啊 他说我正忙着 所以我就觉得 那如果是不听佛法的话 我就会很生气啊 之前我都好生气啊 说 你这孩子叫你做点事 怎么就那么 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啊 但是由于听到 月师傅讲了很多 就是说 自己的业果 感受到自己的业啊 我自己的业就是如此 寻业发现嘛 所以我就默默忏悔 也是自己以前 我真的想起来了 以前我妈妈叫我做个什么事 我总是说 等一下啦 现在没空 我经常就是等一下 等一下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等一下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 我母亲 我父亲有多么的烦恼 啊 我现在想起我爸爸 那眼睛瞪的 就是冒火 我妈是咬紧牙齿 骂啊骂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等一下 哎呀 想想好羞愧啊 我那天我还跟我先生在说 说真的对我的父母 太不好了 因为我们住在 是住在湖南那边 湖南那边的天气 恒阳啊 它冬天啊 非常冷的 那个寒风刺骨的 我母亲常常跟我们说 她因为要洗菜啊 像冬天 过年过节 大家都围着火炉 我和我哥哥 我爸爸都围着火炉 在那里烤火 然后都是我妈妈去 田地里面去弄菜 像冬天啊 去弄那个包菜啊 什么 萝卜之类的 那很冷的 然后他回来的话 这手指是像雪垢一样的 他说像雪垢一样的 痛得入骨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我们在火炉旁边 烤得暖和暖和的 然后他回来 他说你去洗一下呢 我说等一下呢 我再烤火 惨愧 我想想真的是 太没有良心了 一点点 那个心啊 不晓得为父母想 真的不知道为他想 不知道为他着想 为什么我现在才 才觉得我能够体会到 一点点我母亲的感受呢 就是最近因为我会做一种食物 做那种鱼给先生的弟弟吃 他生病嘛 他要吃那种鱼 吃那种鱼 他就身体好啊 他就棒棒的 精神状态都好 所以呢 这个鱼呢 就是年前就囤回来了 囤回来放冰箱 就是血肠的嘛 那过完年呢 就开始做给他吃 然后拿出来都是冰块冰块的 然后在那里洗啊 弄啊 因为他的要求比较 要严格一点嘛 先生要求的严格一点 然后那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呢 也就是那手子会接触这些 我也体会到 那个骨头啊 很疼的 真的很疼 所以我就知道 我的母亲当时 那个他说他的 疼到入骨啊 我就知道 他是 他是多么痛苦 哎呀 我就想想 再想想 我有时候叫儿子 做什么事 他说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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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想 我就想想 我自己真的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 我自己默默忏悔 忏悔了以后 哎 我就发现这两天 我就不喊了 我也不喊 我儿子 我也不喊 他说 烧水泡脚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不喊了 但是他就自己 订了个闹钟 订到晚上11点 他就到11点 他就会去烧姜水 给我们泡脚 给我们打好水 提好 放到那 我就 我就 我就在想 如果是没有佛法的话 我还是在那吵啊 闹啊 我像泼妇一样的 那孩子还不是一样说 我等一下咯 又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你吵啊 他最多就是讨厌你 以后就不回来了 然后 你不吵 你去 忏悔 哎 他反而就 所以说 还是要改变我自己 我 我 我忏悔 我对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哎呀 我 我对他们一点都不孝顺 一点都不宋诚 我 什么都是等一下 然后早晨 他 就是农忙的时候 让我去 田地里 干活啊 去 呃 弄那个 秧苗啊 呃 我 我 我不起来的 他叫我 不像我现在 我叫儿子 三遍 五遍 我就不高兴了 我妈 吼的 呃 他 他 从食堂那边 淡水 就在路上 就在喊 就是还没到家里 还离家 他还有几百米 他就开始喊了 喊我去床 一直把水倒到缸里头 然后到我床前 还在喊 我还是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 我妈妈就把那个被子一掀 就从他用他的那双就是经常干活的手非常有力 一从床上一把拖下来 我从那个睡梦中醒来呀 很痛的 就是拖得很痛的 但是我 我 我没有感觉啊 我不晓得我 为妈妈做点事 我真的 我麻木不忍到那种程度 我看到他凶狠狠的 我还是不会晓得说 哎呀 可怜妈妈了 要为妈妈做点事 或者是帮他分担一点 我从来都不懂的 所以我这个心啊 不知道是什么心啊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所以现在我看到 有时候小孩还会 还会 还会有那一点 就是看到我 觉得 我一叹气了 咦 怎么了 怎么了 他又跑过来 我说我一个人干活 然后他 哎你放那 我等一下干 我 我打完游戏来干 他就是很晚很晚来做 我就是不喜欢他 拖到那个时候来做 所以我又要去 又要去 去提前做好吗 就是这种习气 呃 取码 我就觉得 小孩还知道 哦 我叹气了 他会 他会去帮我 缓解一下 但是我看我妈 脸啊 扭曲了 然后心也 也 也 也删透了 就是说养一个孩子 一点用都没有 他都跟我说了很多很多遍 他说养你们 养大你们 一点用都没有 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个话有什么意思 讲那个话 为了什么要讲那个话 其实我现在才知道 他多么希望 我为他分担一点点 嗯 冬天 为我们缝缝补补 洗洗 洗衣浆上的 哎呀 太对不起他们了 虽然我等尊如的 那个 心能够 慈敏 有那么灵敏的 去感受 父母的 那种不悦的心情 以及 体谅他们的 劳作之苦 为他们去 做所有事情 能够 老老实实的 顺父母交 老老实实的 孝顺父母 我 我再也不敢说 等一下了 再也不敢说 等一下了 我在家里就是 此生今次 我先生 叫我干什么 我也是 等一下的 我几乎 这个 等一下 好像是口头残 就不用想 嗯 比如说 先生说 哎 给我 拿对拖鞋来 我等一下了 我在擦地板呢 然后 他说 腰筒 你帮我 搓搓背啊 我等一下了 我 我把这个 玩起 玩起 实际上 我真的不懂得 就是说 我不懂得 人家身体感受的 那个痛苦的时候 是需要 马上去解决 然后我呢 就想到 我手头的活 没有做完 我总是想 哎 我把我这个事情 做完了 我才来 安安心心的 帮你 去按摩什么的 就是 这种 愚蠢的 愚蠢的想法 所以 希望我 嗯 尽快的 把这个 呃 等一下 拖延症啊 就 在 每一个 小事情上来 克服下来 把它 摒弃掉 好 我 我就 说到这里 忏悔我的 忏悔我的 所有 呃 卖弄功德的 习气 以及 忏悔我 看父母的过失 愿我的 亲近 愿我的亲近 好 我翻译 八点半结束 是吧 八点半结束 我就 好好好 感恩 感恩小学师兄 好 感恩 尽造师兄 还有感恩 紧紧师兄 亲战师兄 你们的 体悟 那个尽造师兄的话 对八点半结束 您可以 可以方便的话 您可以明天 明天上麦 继续分享 好的 我也是跟大家 同常会 忏悔 大家 follow 忏悔的点 这些我也都 曾经 我都有 我都有 好的 那 那因为今天 学习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先学到这 好 非常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各位 好 恭送各位 大德 我们 下一次 再一起学习 好 我先放卖 请不吝点赞